忍痛到殯儀館相宴家屬氣不成聲 五月初北市新義區 五星街上一處民宅 發生駭人命案 死者丈夫下落不明 原先被認為社有重嫌 陳姓丈夫有多項詐欺前科 甚至疑似有黑幫背景 但警方遲遲找不到人 也無法破案 現在傳出凶手另有其人 甚至扯出一桩 詐騙集團黑吃黑的血性戲碼 傳出死者陳姓丈夫 其實是詐騙集團水防總務 疑似捲走贓款潛逃中國 才會被幹部盯上 小弟要逃錢 卻找不到人 才會上門找張姓女子 想問出對方下落 但如果珍惜案件是詐騙集團黑吃黑 張姓死者明明沒有捲款落跑 怎麼會受到波及 避不留下多處刀傷 甚至還被免被包裹 慘死坊間 對此情勢局證實已經在五月十號以兩岸共打機制 連用中國公安協助查棄 若真是黑吃黑就怕始終找不到人 迫不了岸 也會在江湖上 引放另一場 腥風邪雨 3D新聞陳祥新疑台北暢報道 要有些小就 我照顧 像他的吧